在這個星期朱立倫主席和我有開過會 關於這個國會席事最大化 還有這個國會的聯盟以及這個聯合政府 我們都有一些初步的共識 但是對於總統候選人的組合如何產生 當時並沒有決定 那今天已經是 侯友宜市長 給我們最後通牒的日子 那今天早上 我們的核心幕僚 有特別開了一次會 結果討論到最後 變成說我們在討論說 到底柯文哲跟台灣民眾黨 這次參選的目的是什麼 難道只是為了勝選嗎 還是我們還是要提供給台灣一個新的選擇 那我的參選 不只希望說可以達成政黨輪替 更重要的是要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 我們希望政治可以讓人民重新相信 他們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也要讓政治可以是清廉勤政 來達成一個改變的目標 那更希望說 理性務實科學的政治文化 可以台灣帶來一個新的方向 那也希望藉此來擺脫過去我們舊政治的一些漏襲 那如果沒有辦法達到政黨輪替 還喪失了整個價值 那我們的參選只會讓台灣繼續留在原地 會讓那些期望改變的選民徹底的失望 那麼想通這些道理以後 很多東西就有很清楚的答案 那昨天朱立倫主席有跟我通過電話 我還是感謝他 費盡心思去提出一個新的方案 他後來提出的有 日本模式跟美國模式 所謂日本模式就是請所有國民黨跟民眾黨的立委參選人 由他們來投票 選出他們認為可以代表在野參選總統的候選人 然後輸的就當副手 其實這個更像 縮小版的開放是初選 那因為我們統計過 公民黨提名的有69位立委 那民眾黨是11位 所以單單看數據都可以預知結果 另外一個是所謂的德國模式 德國模式就是比 那個政黨的支持度 那這個就等於在比賽 在現階段等於在比賽政黨的大小 來決定這個 來決定這個結果 事實上他也排出了中間選民的選擇 我還是相信科學 只有全民調才能夠真正反應靈異 達到選出在野最強的組合 他還是由贏的參選總統 輸的來當副手 不過我也願意退讓 就算是全民調 如果在統計不差範圍內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 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比全民調 就算是贏的 但是他的贏的範圍 贏的差距沒有達到統計上 有意義的差距的話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 來達到政黨輪替的目標 因為是這樣 如果在統計上就是說不能證明說你們是不一樣的 因為統計上還是有誤差範圍 所以如果就算是我們贏的 那也沒有達到說統計的誤差範圍之外 得這種差距的勝利 我們還是願意當副手 那麼也希望說 在民意之前 我們還是謙卑的 這個還是一個政治的底線 因為不管是黑箱政治 密室政治還是分章政治 我想這個都不是台灣人民希望的 我也希望說 也這樣才能夠替台灣找到新的政治的方向 那麼 今天的答覆 不管結果怎樣 我們都會繼續前進 最後達成政黨輪替 聯合政府的目標 好 謝謝大家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叫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擇 我們下班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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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再敢來 謝謝你 先一次 見